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针对这样一番说法 这几天下来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不过我们国庆的筹备会的主席韩国瑜立法院长 他怎么看呢 他说赖总统说出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我当下听到也吓了一跳 但是我也感到很欣慰 代表赖总统回到了中华民国的主框架 原先预期说赖总统会讲户不隶属 结果竟然是说出祖国论 那么虽然开心 但我也还在思考这些话的目的 这点实在是比较烧脑 但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来认同中华民国 赖清德能够勇敢的把台独党纲给冻结的话 那国内就不会再有国家认同的问题了 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啊 好了这个立委吴宗憲就说 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理应要遵守宪法履行职责 那么赖总统呢 愿意从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成为倡议中华民国的人 不太欢迎 而且更要支持他呀 那么台北市员游淑慧也说 赖清德的致辞还不错 承认中华民国113岁 讨论谁是谁的祖国 代表他承认宪法一中 那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如果国家认同区域一致 没什么好挑赖清德的毛病啊 那么如果赖清德都秉持这样的论述的话 那国民党也很难去说他错 因为国民党也主张宪法一中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蔡振元前立委他说呢 我的祖国是中国 既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民国和共和国呢 都只是中国的朝代 是代表中国行使国家职责的政府 身份证 护照 护币都只是政府履行职责的工具 并不是祖国的信物 国号会更改 但是中国会继续存在 好啦 虽然说赖清德表面上讨论的是 谁是谁的祖国 和对岸在争 谁存在比较久 但这不也就代表了两岸关系 就是同源中华 如同兄弟吗 没有人会跑去跟外人比较 谁早出生谁当哥哥嘛 那两岸就是同在中华的屋檐之下 才能够去排先后 去比谁才是哥哥 不是这样吗 盛文老师怎么看 你们都想多了 他替赖清德想太多了 赖清德的这个讲法 应该是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十月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 很多在大陆的台湾艺人 都讲祖国 祖国祖国祖国 这个让他很难过 所以他一定要对 讲祖国的人打一个脸 所以他才有这个的讲法 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讲什么祖国 他才不是你的祖国 那谁是我们的祖国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他又说不出口 你放心他绝对说 不管大家怎么把这个塞在他的嘴里 他绝对不会说出口的 所以这里我们就想到一件事 从历史上我们来卖一点书袋子 这个书袋子 这个大概年轻人不见得懂得这一段的历史 但是我们了解一下 这在台湾发生的 1926年林建棠先生 带着他的弟弟和他的孩子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然后在上海 大家举行换回会招待他 这个时候他想 我们的祖国 不可以了 他回到了台湾六月份 参加日本人举办的所谓的 宿政典礼仪式在台中 结果就被一个浪人把他给拦着 然后就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说强国奴是你的祖国 明明已经是民国了 日本那个浪人还说强国奴 这清国奴怎么是你的祖国 然后就打了林建棠一个巴掌 所以林建棠当然一路就把他告了关 所以日本人宣伴这个浪人是无罪的 没事 这就是日系时代有名的祖国事件 你不觉得 赖清德现在在讲祖国 来对这一些影韵人员的一个威吓 对主张统一的人的讲祖国的一个威吓 就跟那个浪人打了一个巴掌差不多吗 只是用的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第二个也别忘了 孙中山先生气势的时候 在台湾举行的追悼会也在日记时代 日本人禁止台湾人在这个会场上发表演讲 练吊词 唱吊歌 练记文都不行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晚年挂在墙上 大家深深感动 这个晚年是谁 是台湾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的学生们 所列出来的一个晚年 这个晚年是这样子 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 为先生就是中山先生 何人领导 然后第二段 第二年是谁 四十年祖国未尽事业 舍我辈 舍我台湾人 这取谁分担 这个里面不是告诉你 什么叫祖国吗 什么叫做两岸是一体的吗 当然这个时候我在讲这个历史 好像跟时代的感觉不太对 但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 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民 对这个国家 是对这块土地 不会有真正的爱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挣钱 都是历史的过客 明朝 清朝 等等 这是历史的过客 只有了历史 跟人民 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们今天讲祖国 中华民国的人 不会讲大清帝国 是他的祖国吧 这个祖国 当然就是几千年 绵延不竭 包含了今天 可能是赖总统 您的祖坟 上面所刻的影川 二字 不也就是祖国吗 所以不要对祖国两个字 那么紧张 也不要谁认同谁的祖国 那么紧张 让我再几一段历史 来做我这一段的小小的结束 第一个 就是当中共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台湾在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那个时候 海内外的华人心目中的祖国 是领土最小的 至前最小的中华民国 今天中国大陆 在几十年的这一个努力之下 可以讲欢天赴地的改变 从了一个被看不起的摔弱的贫穷的中国 到了今天 谁都知道 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第一强国 是指日可待 中华民族百年遭斗的处日 今天谁让我们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告诉各位 谁让我们觉得是民族的光荣 谁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祖国 就如同当年 我们互兴中华文化运动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是人家的祖国 做对事才会有祖国 脸翠灰不会有祖国 最后我可以讲 这一个讲法 赖清德不久就会收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台独也不满 中华民国派现在硬要塞馒头给他吃 然后他要去消遣老共 老共也不觉得怎么样 所以这一个日本人教你的这一套 赶快收回去 美国这两岸搞台独会吹哨 日本人会鼓励你讲台独的论述 日本人会在海市 你还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赖清德他在国庆的晚会上公开承认中华民国要过113岁的生日 那么外界认为这是个突破 代表他认同的是中华民国 那认同中华民国就不可能认同台湾共和国了 那么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互不隶属 但中华二字就是两岸所共有的 那么游书会就认为了 祖国论代表赖清德也承认宪法一中 两岸同属一中 而我们认为这个一中当然是中华民国 假如国家认同区域一致的话 那没什么好挑赖清德的毛病啊 那么游书会也说如果赖清德以后呢 都是秉持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 国民党也很难挑出什么错来 因为蓝营自己也是主张宪法一中的 其实两岸相处要以和平为最高的原则 那么我们不要因为赖清德过去的独派色彩 就推翻他讲的每一个论点 吕秀莲也说只要不战争 没有理由怀疑两岸不是同一个民族 那么两岸关系应该要进入新的世代 赖清德抛出的这个祖国论 形容承认了两岸同源中华 那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略营不反对 蓝营和大陆也不反对 那不就变成两岸的另类的新共识呢 那我插一分钟的话 不好意思 这个讲113年的中华民国 去对比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那不就是内战吗 那么民进党搞台独最怕的就碰到内战 那内战所形成的113跟对于75 那我请问内战问题有什么 大家都讲和平 内战的姐姐就有两条路 一条是打到底 一条又一条就是和谈嘛 可是民进党又一口咬定 他已经一口咬定 绝不谈怎么样子 和平协议 所以呢 真的 请他不要呢 把他当做笑话 因为你是总统 惊无戏言 不好意思 让我先插这一段 来这一点点 不过看起来两岸 似乎目前看起来 如果这个势头 往好的方向发展 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两岸另类的新共识呢 施晨哥 没有错 我回应一下这个盛文老师 不管是不是戏言 至少他10月5号说了 这句话到目前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要讨论 他的所谓的祖国论 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当年 在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 就好像这两天非常有名的一个影片 就是赖清德不小心 就推了这个蒋万一把 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你到底是故意 还不是故意的 可是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 就用中华民国 台湾把中华民国给推走了 就是要用台湾去覆盖中华民国 好了 现在他上台以后新两国论 可是10月5号他讲出了祖国论 我们先把所谓的这个什么 什么祖不祖国这个东西给拿掉 至少他谈到了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的共同元素就是中华 就是中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你这个民进党不喜欢在这个 我们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九二共识 就好像民党不喜欢何能遗忘 因为就把这个等同于国民党 可是好了 你在10月5号有新的论述 叫做祖国论 所以我觉得游舒惠讲得很好 如果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回归到宪法一中 一个中国 你不谈九二共识 没有关系 你那个祖国论 就有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中 九二共识谈的是 互不承认主权 互相互不否认治权 现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两个地方 你既然承认这两个地方 那都是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屋顶之下 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关键 你知道吗 两岸在民党上台之后 就是你是中华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对不起 这没法谈 没法谈 谈到最后 就没有办法 可是既然赖清德 在10月5号 在国庆晚会 谈到了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同元素就是中国 所以两岸真的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这个事情 就是蓝营 我觉得育民委员在这边 我觉得也OK 对不对 你要这样谈也行 我说要谈 不要说承不承认 那对岸说 既然承认是中国或干嘛的 我们就来好好谈 你知道吗 那个报告主持人 对岸虽然在国际上一直否定中华民国 可是在对岸的戏剧上面 各位有没有看过长沙大会战 上面穿的是中华民国的军装 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前阵子在大陆大卖的 记不记得那个四行仓库 那个他们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叫八百 八百 里面也是穿的中华民国的军装 最后他们看着国旗敬礼 那是中华民国国旗 那对岸心里面想说 如果两岸一个是1911年成立的 一个是1949年成立的 就跟蔡政委员说的一样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朝代 身上都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这个元素是不能拔掉的 如果有这个元素在里面 两岸就可以好好坐下来谈 这就是关键 不是两个国家 是背后有共同的因素在上面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话 希望赖清德的赏位旗能够久一点 不要到10月10号 到了国庆大会 又讲不一样的话 没关系 至少在10月5号之前 至少在10月10号之前 我们都是用赖清德这个祖国论 两个至少是有中国元素的框架 一个在台湾地区 一个在大陆地区 两个地方能够好好的做下来 就这个事情 好好的谈一谈 我再强调一次 用嘴巴好好的谈一谈 那个元素 那个新的精神已经出来了 就这么谈 两岸就可以慢慢慢慢地 慢慢地谈 谈到未来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元素不能消失 就是中国这个元素 好 不管怎么说 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契机 来认同中华民国 甚至是来争中华的正统 都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战争发生了 不是吗 先前绿营大力吹捧 描述台海战争的影集 临日攻击 不只找来绿委沈柏阳当顾问 政府单位呢 也都纷纷掏腰包来赞助 光是文化部啦 国发基金啦 都分别补助了 7000多万4000多万 等于整个临日攻击 赤资的2.3亿呢 有1.3亿就是政府花的纳税钱 好 再一党立委就发现说 这个临日攻击的制作公司 叫做临日文创 名字一样 代表是2023年5月中才成立的嘛 那么资本额也只有86万哦 马上拿到政府的高额补助上亿元 过去我们知道 资本额200万的小吃店呢 可以拿到政府16亿的快筛标案 50万资本额 还没有完成公司登记的超司 也可以抢先拿到政府10亿的进口弹大单 在民营党执政之下 好像总是会出现这种 以小博大的企业奇迹吗 郁明委员 对 我觉得这种以小博大 不是企业奇迹啦 是绿色奇迹啦 这个一定要加上绿色这两个字哦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个超司案 超司案 大家抽失剥茧 其实就会发现说 绿营里面这个的人士 在里面其实是扮演有角色的 那这个超司案 现在检调已经进入调查了 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以小博大 太不可思议了 平业的企业 然后可以马上去接政府的大单 那这当中一定有鬼嘛 所以这个部分呢 的确要去查 那刚刚提到的零日供给呢 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零日公司 它是2023年5月16号才成立 刚刚新成立的公司 而且很巧吧 这个名字叫零日供给 它就叫零日公司 这个同时诞生 这个鸡生蛋诞生鸡 不晓得是先想好拍片 已经有片名 然后说我们就赶快来 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就可以去 跟政府申请这个经费补助 是不是这样子呢 要不然为什么名称又取得刚刚好 就是这么的刚好 那这当中让大家最质疑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国发会 国发会呢 它其实补助了四千多万 大家知道吗 国发会呢 它补助那个赛德克巴莱 讲台湾的脉络文化 这个很正面吧 它只给三千万而已 对 这个是讲这个台海 这个战争战役攻击的事情 那国发会 你不是希望是有更多人来台湾投资吗 那这个主题跟你的这个目的 应该是有点背道而驰啊 结果超级大方的 四千一百七十万 给就给了 那请问国发会 你在投资相关影视产品的时候 是有标准的吗 还是说你的标准就是看看上益 看看这部片 有没有政治正确 因为啦 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 人家有一个另外的身份是什么 就是去拍了赖清德的广告影片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呢 有了这层关系之后 当然在审核的时候 就会大力的赞助嘛 那文化部更是慷慨了 文化部一拿 拿出来的钱就七千一百三十一万 两个加起来刚好一亿三 为什么政府对文化部 对一些那个基层的文化团体 是非常斤斤计较的 我前阵子到嘉义 还有当地的团体跟我说 他们经营那个就是咖啡店书房苦哈哈 然后拿政府的补助就很辛苦 结果文化部补助这一种投资影片 一下子就七千多万 对这些小型的非常辛苦经营的 一文团体来讲 影响说如果你这些钱 你可以就是补助我们更多这一些小型的团体 我们的生 我们的这个运作应该就会更好 但是政府有没有这么做 没有 因为只怪你们这些团体 没有大咖对不对 你们没有帮赖清德拍影片 你们这些团体背后没有足够的人脉 你们做的东西太自由了 你从自己本身出发 又不是从上益出发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临日攻击影片刚好符合 就是民进党想要去洗脑 然后所以他就在讲 他最近不是在讲说全民防卫议事 所以要有这部片子来衬托 又请了这个黑熊学院的院长 这个人家沈柏洋是顾问 曹新成也出资 所以完全是要讲台湾战争的时候 台湾人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意识 要怎么样去抵抗 要怎么样去对抗 所以他可能是一部洗脑片 所以他加上这些种种的因素之后 你就会看到政府超级大方的 政府有时候原住民补助进法补偿条例 今天卓龙塞在立法院说 每一分钱都很珍贵这样子 对原住民精进教授 每一分钱都很珍贵 对于这一种符合他的政治正确 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 导演跟总统这个又有拍片关系了 刚成立了没有关系 你八十几万成立是不是 这个哪以意思 但一点也都不过分 就非常慷慨的补助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他根本就是双标嘛 他对一般民众 他是很斤斤计较 但是对于跟他有关系的人士 从超市案 小公司拿大标案 从这一个也是小公司可以拿大标案 这真的是非常的绿色奇迹 不过大家都当然希望说台海不会有所谓的零日攻击 这也是一个想象当中的战争 不过赖总统他抛出了祖国论之后 引发两岸的关注 马上有所谓的国安人士跳出来警告 认为大陆恐怕会在赖总统发表国庆演说之后 举行联合利剑B的军演 但今天国防部证实 大陆是将在我们的国庆日当天 发射一个运载火箭飞越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卓龙太院长在立法院被问到相关议题时 他轻描淡写的说 火箭会飞过台湾啦 希望大陆要有所节制 结果就被叶元支嗆他说 你在这边呼吁节制 人家就会节制吗 卓奎才赶紧表示说 我们会请军方详尽的来监控 不要对民众造成威胁 业元支援感叹说 你会这么说 表示事先根本没有掌握状况嘛 好啦 先前大陆啊 这个国台 这个围台的这个军演呢 有导弹穿越台湾嘛 可是那个时候 民进党是一声不吭的 事后呢 被踢爆的时候才赶紧说 那个飞弹飞那么高 对台湾又没影响 结果呢 到了选前 人家发射的是一个太空火箭 我们对国家警报狂想啊 好啦 那现在一样是发射火箭啊 结果呢 我们的官员的反应 又变成云淡风轻了 同样都是火箭 为什么过去是国家警报 现在好像对岸在放大龙炮嘛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张军怎么看 那有政治的考量 这个政治的考量 非常的浓厚 这是我那种人都在做 政治的操纵 因为很多事情都要严肃看待 只要关于国防的事情 都要严肃看待 一下子说 这个飞得太高了 已经到太空去了 所以就不发放太空警报 那当初的时候 同样的状况啊 为什么又要发放 收到这些简讯 发放这些 这些让大家很紧张的 这个状况 那等到选情告一 选举告一段落了 得到达到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了 这个好像又若无其事了 是不是感觉到 有年人粉饰太平呢 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 我认为都要同一个标准 国防部应该站在一个非常专业的立场 而不是走到一种政治 帮政治去带风向 有这个选举考量 有选报考量的时候 有政治考量的时候 就说好像蛮严重的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威胁非常的严重 它飞到我们的上空 造成我们的威胁 那我们这个上面要滴水不漏 就公告给大家 那有的时候又不是啦 这个它的高度已经过高了 它距离过高了 台湾已经对台湾 没有这方面的威胁了 那所以好像就不当一回事情了 我都认为这方面 到底标准是什么 应该是统一的标准 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 我认为这很重要 不然你一下 就要提高大家的心防 又一下子说 这个对我们来讲威胁不大 这个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有这方面的充裕的考量 那到底标准在哪里 你会让大家 这个不知所措 到底我认为 这是不是要第一个 非常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 就是SOP 让大家知道 在什么样的高度 在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或者是不是有没有针对性 是不是有这个政治的 这方面的价值呢 是因为在国家庆典 还是在这些假期当中 有这方面的考量 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状况 都应该充分的考量 考量往必要 制定相关的 参考的标准作业程序 你这样的话才有所依循 不是这个人说的 这个讲的标准的不一样 那这个带风向 有政治的目的非常浓厚 我们知道 尤其是上一次选举的状况之下 中共就发射了这个人造卫星 通过台湾的上空 那时候说是在太空当中 那同样的在两年前 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那造成了 围台军远 围台军远的时候 说没有通过台湾上面 就日本公告说有了 那是没有通过 通过有的时候 那他是因为 他已经进入了这个内太空了 那对台湾没有这方面的影响 这个是打的是导弹 怎么为台湾没有影响呢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这方面 有所警觉 那这个换句话说 是不是为了粉饰太平 那结果是不是达到了 这方面选票的考量 政治的考量之后 船过水无痕了 就不当一回事情了 那这样的话 这些军事方面 是不是变成一个 政治操纵的一个筹码 政治操纵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的国安到哪里去 人民的新防怎么样去建立 那统一的标准在什么地方 那到底是威胁还不是威胁 那中共的对台湾 威台军远 是威胁还不是威胁呢 我认为这要同一个标准 同样的 现在常常的是蟒蛇战略 中国大陆的军机 在台湾周边在那边做活动 无论机也在台湾周边做活动 同样的军舰也在台湾周边 临街区在那边做活动 而且是常态性的驻流 不是说来了这边 两三个小时就离开了 以前是两三个小时就离开了 现在不是 常驻 经常驯的巡航 不是光是常态性的 而且就是我们讲的轮班式 24小时在那边活动 那我们的应变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是不是要这一方面 我们要严肃以对 它的蟒蛇战略 我们讲我们克制 不是克制吧 是要我们硬吞 你要不要接受 你不是克制不克制的问题 是有没有能力去招架的问题 我认为这一方面 都要跟老百姓说清楚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我们怎么样去 在这方面有一个适当的处置 而不是让大家感觉到 好像若无其事 难道这个中共的军机 中共的军舰在我们这边活动 我们拿不出办法 就叫我们不要去紧张 那哪一天的话 真的是狼来的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在新防上面 在我们的武器整备上面 在国军的建军备战上面 是不是有一个 让大家能够有所遵循的 能够心安的这方面的 具体的作为呢 还是我们只是侥幸而已 我们现在几乎是拿侥幸的心态 面对严肃的国防问题 是这个样子 然后都经常粉饰 那个缺冰缺得很严重 缺五万多个兵 现在是有关无兵 兵的边线比就是说 应该所要需求到达那个标准 我们没有到达50% 不到一半 缺冰签了 兵是作战的主力 因为军官可能是作战指挥 可能作战策划 它是一个属于计划 或者史诗计划 刚要计划 它是一个计划的筹办的人员 但是士兵已经在前线 那现在缺冰 那怎么样去解决呢 我认为这些东西非常的多 那现在我们大家感觉到 感觉到好像传播水无痕 若无其事 买了非常多的武器 但是你缺冰你怎么办 我认为赖清德 他不要去讲那些 似是而非 感觉要打高空的 他应该走入校园 进大学 进高中 帮忙招生 帮忙招募 因为国军在缺冰 希望把这些 有血腥的年轻人 来加入军队的行列 不然买再多的武器 编再多的国防预算 那没有用 那只打高空 只是一个空洞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军人 你没有军人 有再多的武器装备 那也没办法发挥战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倒认为 赖清德应该走入学校 走入高中 招这些年轻人 加入志愿役 你让这些志愿役 补满才对 现在缺冰缺的情况那么的严重 是不是应该严肃面对 而不是讲一些 我感觉到好像粉饰太平 好像带风向 我认为不要带风向 建军备战要一步一脚印 要非常的实在 不可以带风向 也不可以粉饰太平 也不可以 我们讲的 走形式主义的路线 你这样就有点造假 你这样的话 让人民怎么样去 面对那么严肃的 这个国防的课题 所以他认为 我们应该走上 走上务实路线 不要走向一个形式主义 只是一种表面功夫而已 其实内部的 非常重要的问题 反而没有去做 根本的解决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宪法法庭 做出死刑 是有条件核宪的判决 被外界批评说 这已经是在搞实职 废死了 而接下来 果然效应开始出现了吗 这个高雄女师的截杀案 先前嫌犯是五度被判死刑 可是呢 就在宪法法庭的解释出炉之后呢 最终呢 她逃过死刑定验 那么另外呢 这个刘美女硕士呢 杀父弃尸 也就是说 她的爸爸不愿意再供养 她男友的生活了 结果她竟然就把父亲 给杀害弃尸 结果呢 也被判了无期徒刑定验 还有台中水泥风尸案 甚至是不判无期徒刑 直接判刑了27年定验了 所以以后 是不是在台湾 再也看不到 被判死刑的人了呢 好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外界非常的担心的是说 那这些死刑会不会被放出来呢 略无私要就说 大法官的死刑和宪判决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 民众担心37名死刑可能被释放 这些都是谣传呢 好了 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吴宗宪 因为他过去当过检察官 比较了解状况 他就提出了质疑 他说如果撤销死刑的判决 发回高院更审的话 那能够限制死刑自由的方式 就只剩下法官裁定积押 为什么 因为更审了嘛 表示他没有判决定宴 你没有办法限制他的自由的 只剩下法官积押这一图 但法官积押也要符合法律的要件 而最长也只能够积押12个月 到时候如果法官又不判积押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不就是要放出来了吗 结果他这个说法还被证实了 我们的法务部长 郑明先怎么说呢 他说积押权在法院 我无法保证一定会押 如果法院不积押 那检方只能够抗告 或是建议积押 我不敢保证说没有被放出来的风险 这说法不是就打脸了 我们的绿营的立委吗 确实有可能会被放出来 好啦 所以过去民进党 把废死跟非和一样 视为好像是他们不能够撼动的神主牌 民进党执政也是不甩民意 变成是实质废死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连个基本的配套 看起来好像没有端出来 那民进党整天把公平正义放在嘴上 结果这37个死囚身上背的是61条的人命 只有可能会被放出来爬爬灶吗 所以谢龙介就问了 他说这37名死刑犯 如果法院不再积押的话 那是不是请这15位大法官 每个人认养三个死囚 为他们心理辅导呢 日以继夜相处个三个月 看看大法官能受得了吗 如果大法官们都受不了的话 为什么老百姓要生活在恐惧之中呢 郁努源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特别是这些大法官 你做成实质废死的 这样的一个视线的决议出来之后 现在衍生出来的问题 我只能说 现在连民进党都无法收拾善后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一件一件会爆出来 刚刚特别提到的 连这一个师夺奖得奖的女教师 她是被信心之后还被杀害 活活被打死 这件事情 这一个死刑犯 五度判死 你就可以知道说 之前的这一个共识诀有多高 结果你今天因为你做出 这样不当的一个视线的看法之后 这一个嫌犯重新被抑决之后 他可以无期突刑 然后法官重新说 他有悔改 那请问这一位亡死的 得到师夺奖的女教师 她的人权在哪里 她的公平正义在哪里 她受害者的家属 她可以接受吗 这么一个恶行重大的人 她就逃过死劫了 那难道被害者 她是该死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不公平不正义的一个现象 现在已经在台湾 开始要一案一案的发生 这件事情真的让人家是非常非常的 愤怒跟生气 我觉得这件事情 民进党他已经没有能力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吴思瑶 他现在就是在造谣 他说这37个死刑犯 通通都不会被放出来 这完全就是在造谣 吴宗献他作为检察官 他也是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招委 他们其实就上演了一出 吴思瑶先跟法务部长一搭一唱 结果是造谣 吴宗献看不下去了 他接着咨询的时候就戳破了 结果他接着咨询的时候 法务部部长也招架不住了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保证 他上一段还在跟吴思瑶一搭一唱说 对这37个死刑犯都可以不用被放出来 结果吴宗献就问他是你可以决定的吗 他说也不是我可以决定 是法院决定的 对 所以法院法官要做决定 你一个法务部部长可以决定吗 当然不行啊 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是在立法院的殿堂 就是配合着民进党的委员 前面就是乱说一通 还好后面有国民党的委员 马上把这个真相让大家了解了 那你可以看到嘛 一个一个死刑犯 他生前穷凶恶极 他杀害至亲 然后有的那个手段非常的凶残 那个中间都没有冤狱 那这一些在中华民国还维持死刑的情况 这些人已经一段时间了 他就是没有法务部就没有执行死刑啊 所以那现在他判到一个机会就变成是大法官帮他作保 这些人呢用一个更严苛的条件 他就逃过一死了 请问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律法 有这样的大法官 人民可以心安吗 人民真的可以安心的过生活吗 坦白讲像那一个他去性侵女老师 而且把他加以杀害的这一位 我们的无起徒刑不是关到死 各位 我们的无起徒刑是服刑到一定的年限之后 他就出来了 那他之前已经服刑那么久了 请问他会不会出来 会啊 那他出来之后怎么办 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是不是要变得非常的戒慎恐惧 要担心这个人 谁死在你左右 他可能会再犯下一个案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一般善良的老百姓来讲 是非常非常没有保障的一件事情 而这整个制度为什么变得这么的败坏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 他过去把废死视为他的神主牌 所以这一次他刻意用这样的一个视线案 表面上维持了死刑的制度 实质上已经执行不了了 没有一个案子可以执行死刑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造成的是什么 人心惶惶 人民的恐惧 我们的公平正义没有伸张 所以难怪现容金那么生气嘛 你大法官诚意甚高 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些人接回去好好叫化一下 你一定不敢嘛 这些人住在你旁边让你的邻居你可能都不敢嘛 但是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案 然后拉高门槛 让死刑已经在台湾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后这一些穷凶恶极的人 这一些重大犯罪的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绳之以法 为什么不能处以急刑 前阵子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女性的吸毒犯 然后那个所长为了逮捕他 然后他竟然就是把他拉去 对被拖 然后这个英勇的所长就因为这样子死掉了 像这样的人 你觉得呢 在中华民国的律法当中 这样不是重罪吗 你对于一个执行公务的人 你还蓄意去谋杀他 蓄意去冲撞 过去也有那种刻意去冲撞这个执行的远警的人 那你说这种穷凶恶极的人 中华民国我们的这个律法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处以重刑跟急刑 那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心安的 那现在更扯的是 这个座书长视线之后 他说你立法院你立法院要配合修法 国民党说我们不愿意配合修法 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视线 你是违反了八成的民意 所以立法院不应该配合这样的一个视线案 而且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 如果有这三十七个死刑犯 一个一个被放出来 台湾民众或许应该要上街头去抗议这个赖政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诈骗的财损屡创新高 政府也不断地在组各类的打炸国家队 事务发布最近又推出了叫做打炸通报网APP 结果就被民众发现说根本搜寻不到网页版 而且功能很简陋 有的连结点不出来 这样的一个打炸的APP竟然耗资了1300万 不只在一党的立委抨击连绿营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王世坚就说了警政署打炸不是有推个165的防炸专网吗 这只花了1000万啊 但反观数发布已经烧了6000万 却只换到了负贫如潮 到现在大家也只记得数发布不是有个点面线的系统吗 所以王世坚就痛批说这是一群饭桶干脆撤掉算了 王洪文委员也揭露了从2016年至今绿媒取得政府的媒体表演高达95亿 等于是绿媒平均每一年可以拿到国家11亿元的预算 所以难道在民党眼中能不能够打炸 政策能不能够扶国立民都不是重点 能够做好大内宣 而且让绿油油都能够盆满钵满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吗 沈丰老师 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过去只有吃缓共饭的 是可以吃是有用的饭吃的 现在是吃缓共饭加台独饭 然后加吃政策饭 就算政府有什么政策 我说编个什么东西去 去花家那就钱拿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拍电影 不是说吃缓共饭吃台独饭吃政策饭吗 那个什么 这个我们要编个APP 那一定委外出去 那个人就吃政策饭 是的 诈骗机团洗我们的脑 骗我们的钱 那政府啊 这诈骗机团是洗我们的脑 骗我们的命 那我们看看 现在诈骗机团多猖狂 这个诈骗的手法是日益更新 日益更新 前一阵子我才接到一个最新的诈骗手法 可以的话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已经日益更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政府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我们只要看一个例子 这个政府无能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加youtube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诈骗广告 对 在那某某人一生怎么样子 对 天天出现 然后呢 频率如此的高 政府束手无策说我没有办法 包括您在内搞不好也都有被用过 这些电视的这些主持人 对 都会骗过 都会骗过 然后政府呢 双手一摊 我没有办法 那台湾话说这个话 我们付了这么多的税金给你 你给我告诉我 双手一摊 好 有办法弄出一个APP 是一个骗人的诡诈 过去啊 就是用抽奖来骗你 那最后呢 用检察官来骗你 现在我告诉各位 现在叫做情境诈骗 这个时候我亲自接到的 什么一个呢 他首先说 打一个电话来 我这边是副证事务所 请问你是某某某先生吗 显然我的个子是被拿走 切了 对不对 那我说是 有什么事 因为你看 护证事务所打电话嘛 所以你基本上不会知道 现在有一个人 这个王小姐 带着你的委托书来 办什么手续 我说你有没有这一回事 他来向你求证 有没有这一回事 你看他是不是很老心 你说没有啊 他怎么没有 王小姐 王小姐 他里面就在这样 王小姐 那个李先生说 他没有委托你 他说我有啊 那你的第一环就是说 他诈骗 我们第一环一定是这样 他诈骗嘛 是吧 然后呢 他说 有可能 王小姐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告诉你 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赶快通知警察 把他拦着 演戏给你看 然后我马上通知警察 来 帮他给拦着 你电话不要怪 我们现在赶快通知 你不要走 前面警卫把他给拦下来 那个情境 对 情境造成 你在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会紧张啊 不是 情境 他已经造成了 他是帮助你的 对 他是协助你的 而且还把那个人要喊下来 而且叫前面的这个什么样子 这个警卫赶快把那个人给拦住 有没有 然后他说 我们赶快通知警察 不久 警察就会打电话 结果你这个电话给了你了 所以你是不是刚才护证事务所 警察 最后的诈骗 那我的话话是说 来了 不要动 你现在告诉我 你是哪一个护证事务所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分期是多少 我呢 还有熟悉的 我叫警察直接过去找你就好了 他就挂断了 因为他现在的诈骗是 日心夜意 然后拆过 拆过众养才 就是那个当节的 有状元的头脑 拆过众养才 所以你有什么话 他就来厌恶你什么方式 作为政府要来防止人民 不要受骗 很痛苦 每天一早 很多人一早醒来 第一个拿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诈骗电话 你还不可以对他凶 你凶了要他们骚扰你 对 你凶他 他又打電話來騷擾你 然後我們怎麼辦 束手無策 平安心講 警方這一方面 做得還滿認真的 上不時我們還會接到 現在有什麼新的方式 警方會 至少我接過了 有這個通知 現在有什麼新的詐騙方式 你要特別注意 我現在都很擔心 哪一天你接到的 那個警方的什麼詐騙方式 有沒有 是誰花來的 搞不好就詐騙機場花來 有沒有可能 就像我剛剛講 那種情境的方式 所以不要再玩假遊戲了 詐騙機場 習我們的 騙我們的錢 政府這些 這些政客 也在習我們的 騙我們的命 然後呢 我們的所謂的示威部 那個所謂的天才 他一舊論的時候 我還幫他講了幾句話 因為大家認識的 朋友的孩子 結果沒想到 真的天才把我們給添掉了 這個 宿衛部到現在為止 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 您當立委 他宿衛部到底做了什麼 轟功危機 所以我們 不要被害 結果那天政府他告訴我們 說我們拿幾個警方被害了 有沒有 所以他要打仗 結果呢 越打什麼樣子 詐騙集團越多 這是什麼部啊 那不是書外部啊 那真的 這是什麼部啊 真的 我真的 講到你們 大家是很生氣的 因為花了這麼多錢 什麼也沒有做給我們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幫們按個讚呢 為了所謂的全社會防衛任性 民黨說要訓練40萬的名利啊 哀哄是要搞全民皆兵嗎 今天國防部長顧力雄 在立法院被問到 你會讓自家的兩個小孩 去參加這樣的訓練嗎 顧力雄尷尬的回應說 要看他們有沒有能力 被交入這個民防系統啊 好啦 當然每個民眾都有保衛這個國家的義務啊 但是去年檢調破獲了一個黑道的軍火庫 赫然發現裡面有大批現役的軍品啊 連刺針飛彈的發射筒都有耶 追查之後發現原來是四名陸戰隊的軍事官 涉嫌把軍品盜賣給了經營這個叫做 全民國防涉及教育中心的朋友 事後涉案的人就變稱說是 我們是為了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啊 所以將軍啊 以後只要講全民國防什麼都沒關係了嗎 我認為這個就是有點本末導致 抓不到這種戰略的重心 這個四十萬的民力或者四十萬的民兵 你在這邊做的話 也不如就是說我們總共有兩百三十一萬的後備軍人 你用這個後備軍人現成的 曾經都完成了這些作戰的訓練 都具備這些作戰的資格 你這些應該是動員的 把這些做教招做典招兩百三十一萬那麼多 要不像搞一個四十萬的民兵還是民力 這本末導致這輕重不分嘛 是不是想要借了這個來又要撈錢了 他一過來就是撈錢 把這個然後把這個預算撥給這四十萬的民力 然後就給特殊的團體做訓練 還是做一個怎麼樣的一種整合 就給圖利這些特殊的團體了這樣子 那這種無軌搬運法 是不是用在這個狀況 用在這個當下呢 所以他認為我們是不是要解決一些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看前一陣子有四位叫營長 營長算很大了 這是中校 他們四位聯名 向軍系的立委陳秦 基層部隊沒有裝備 無線電 無線電沒有 黃奴面具 黃奴面具不夠 他的一些這些基層的裝備 還有他的這些基層的士兵 不夠不足 他說不是都是 我們講到的編滿百分之百嗎 根本不夠 都缺人 跟實際上報導所報導的狀況是不一樣 所以我要認為 這些政客都在粉飾太平 你一些真正的問題 現在基層這個缺兵的狀況 要誠實來面對 然後來解決問題 不是講我們百分之百了 都滿邊了 其實上問題一大堆 然後花那麼多錢去買這些軍火 你為什麼不好好照顧這些人呢 現在部隊上基層的苦哈哈 錢不夠 裝備也缺 他們是變成這個狀況 是不是要多邊點錢給這個基層 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他們這個 搞這四十萬的民力或民兵 先把基層建設先弄好吧 我們多存一點這些天然氣 還包括石油 還包括煤礦 或者是把這些我們的基層建設 這些備用的肥用電路把它弄好吧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 我們講的這個基層的這些四萬兵 不要過得苦啊 多一些計算 就是這個人 誰還能做得苦 Ti 我可以看到 都沒有... 那些只要那些人